你不要吓我今天第一个人 这里是银河电影公司 经历一连串的状况之后 林依杰和Ammy打算下骗户 做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 不要 你为什么要我留一个人 我把海报拿走 有太多的网友及记者告诉我们 他们看了第一次播出之后 到这里拿海报 却发生灵异事件 因此外景小组打算 以比较挑衅的实验方式 故意偷海报 以引此地的鬼魂现行 我们拿两张就好 可是很多观众朋友 就是来这边拿东西 结果后来 他们就是好像我被 就是有看到那个人出来 而且好像有恐吓他们的 我现在有相反是这样子 我们拿两张就好 然后去那个天台那边 因为天台已经算隔壁了 不是这个房间的 然后 我们把他引出来 可是 拿两张就好 我身体开始凉起来 对不起 你们觉得那海报 那女生的眼睛变得乖乖的 不要自己下自己 好 可是我觉得 对不起 那边别人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敢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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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怪我把他拿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拿过去吗 当时我们计划把海报拿到对面的天台上 然后架设DV8看看会不会拍到鬼魂 你先帮我拿海报好不好 我怕把它弄不够了 你根本是害我 你自己也不敢拿 不好意思 我们把DV8拿出来 接在这里拍这个东西 看能不能把它引出来 跟观众讲 你现在要放到这边 然后呢 然后拿DV8来拍 把它引出来 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一个实验 因为很多朋友来拿电影海报 所以就遇到 他们有遇到一些状况 就是看到一些那种人影 甚至于还有听到声音 然后刚刚我在拿的过程当中 我还有就是也遇到相同的情况 就是我听到有声音 而且甚至还有楼上掉下来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实验 就是把这两张海报放在这里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它引出来 为了确认独家报导记者 及各位鬼话网友所说的 遇鬼事件是不是真实的 林一钻线线外景小组 大胆地偷出了两张片户内的 电影海报 在现场架设了DV8拍摄 目的是为了引鬼献行 对啊 不行了不行它会飞走 好 那我们现在赶快到后面去看那个monitor 唯一可惜的是 我们所带来的两台DV8 其中的一台故障 所以只能架设一个角度来拍摄海报 但没想到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拍到了非常难得 而且不可思议的恐怖画面 我们把速度放慢 好好的心掌一次 这个海报实验实在太叫人惊讶了 因此我们同样请超胆观众 一起来做海报实验 因为大人就吓到了 不会 不会 才能陪他好了 刚才吓到了 那我们下午好不好 下午你去陪他 下午陪他好了 这位工作人员会在旁边陪你 那你不用害怕 同样的实验 我们又在另外一位超胆观众 陈姿瑜的身上 因为他刚才受到了过大的惊吓 因此我们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陪他 虽然如此 他的感应状况仍然是十分强烈 同样的 第二角度的DV8 也持续地进行拍摄 因为你们两个同样都是女生同样都是去感应 可是你就比较平稳 但是他却 你看就连现在也都是一直在感到 一直在感到起伏不定 这样子 开摄进行到了八分钟左右 请大家注意红色箭头所指的位置 海豹从现在红色箭头所指天台上是超胆观众的存在位置 请大家再仔细看 海豹从现在红色箭头所指的位置掉落 太猛了 好可怕 现在也不敢乱撕 认为我叫海豹 太猛了 所以我还知道我原来以为说 一定是有人拿一个钓鱼线这样抽 可是刚才你看那个浪的画面 对 它是这样飞来飞去 觉得不可能是抽起来的 对 而且观众拿那么久 怎么可能让工作人员去那边勾 对不对 但他就知道是假的吗 你们相信 你们现在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问蔡老师 我觉得陈志余现在的精神状况还好 他可能不哭 他会一直在吓风 但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了吧 他好勇敢 一个人坐在那个地下室那个楼间那边要 已经被吓了一次 有声音 焦点下来了 要吓了一次 我还要坐在那边 黑漆猫吻着拿海豹 海豹 海豹 海豹在飞上 好可怕 真的会吓风掉 对啊 我们老师要跟着这个感应观众 工作队一起去的原因 对啊 所以说我们事后都一定要保护 把他们的案件措施做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有一些超人观众 来的时候我就先来跟他沟通说 老师能够控制 那么你心一定要虔诚 像曾经有一位观众 他去到就是大五轮炮台那一集 他去到那里呢 就在那边 你知道吗 就是无所谓 然后一副那边 哎 什么都是假的啦 结果他的脖子后面被 碰 一个瓦针 你知道吗 被人家砍一下 对不对 就是好像被棍子打到 对啊 所以其实对林间朋友 真的要尊敬 对啊 我不想骂他活该啦 但是哦 他实在是太不尊敬林间的朋友了 真可笑 是不是 对其实呢 呃 各位观众朋友看到这么多的那些精彩的画面呢 你一定会觉得我们制作单位呢 是不是有作假 是不是有干什么啊 但是 所有来参加的观众 都是志愿报名的 嗯 而且他们在现场 对任何的行动 不是被我们所控制的 对 不是说把他们藏起来 我们处理好了以后 再放他们出来 对不对 放表情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一举一动 都在所有观众朋友们 监视之下开始进行的 有任何的作假 他们一定能够 第一发现 佩德你看完了 这样子的内容之后 你什么感想 这要什么感想 发现一下吧 我除了胃抽筋之外呢 我要在这边真的很佩服 我们三位 你们姐妹你们现在太厉害了 因为我自己以前出外景啊 其实这个工作室 真的向他们幸福 很幸福 别这么说俗辣 我那时候还是蛮勇敢的 不过现在跟你们比我已经不勇敢了 因为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 对对对 他们三个呢 的确非常的辛苦 每次呢 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很感谢 这些电子机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呢 也会愿意报名来参加我们的单元 对 在这边呢 我们也在呼吁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的超载任务 跟着我们一起去全省各个地方 来进行感应的动作的话呢 你可以把我们的专线来跟我们联络 之后我们就会安排你感应的时间 没有你们的参与 就没有我们这个节目这么的成功 是是是 希望你们这次去泰国能够一切的顺利 谢谢 记得一定要带非常恐怖的画面 回来给我们 我们记得一定要带老师 要带回来 好不好 同时我们也谢谢两个特别来宾 以及老师 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 像他们重的影片 谢谢大家 也谢谢林杰的朋友 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下个礼拜六同一个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鬼话影片 拜拜 拜拜